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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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到门口 他们的人就非要查那几个大箱子 奴才就是不让 后来呢 按蓝主子吩咐 他们越想查 奴才就越不让 结果吵了起来 后来刘福来了 没想到他倒挺痛快 挥一挥手就让我们走了 那他一定是明白了 知道木箱子里没有什么文章 可是出园子没多久 就碰上了一群进军卫士 不光把那些箱子都打开了 连马车底下轿子里边全都查了个遍 能查出什么呀 还想查出一大活人呢 正是 多亏 揽主子机灵妙算 奴才想 公子现在 已经安然回家了吧 应该已经到了吧 那就好 安公公 我问你 这 刘福的人现在怎么样了 是不是 湖上的太监已经都撤了 回主子话 奴才回来的时候看了一眼 扶海上的船没撤 张燕山带着人仍然在岛上查呢 想想真是后怕呀 如果公子现在还没走 一定会被查出来 那麻烦可就大了 多亏拦主子英明 早早的就把公子安全送出园子了 现在他们就是查 也是枉费心机 您说是吧 蓝主子 是啊 他已经走了 那你也就可以放心了 这 去歇着吧 这两天也真把你忙坏了 我要有事再找你 这 谢谢蓝主子 顺平安的 管家 嗯 这两天家里没事吧 没事没事 一切都好 哎呦 哎呦 你看这马多漂亮啊 是啊 哎呀 带回这么多东西来啊 这都是皇上赏的 是是是 额娘 额娘 哎呦 没想到进趟园子 皇上给了这么多贵重的礼物 哦对了 要不是有急事啊 前天早上皇上还说跟我们一块吃早饭呢 这是多大的荣耀啊 额娘 额娘 你看 你看 行了行了 别闹了 额娘 还是懒而争气啊 给我们祖宗脸上争光 哎呦 真漂亮 额娘 额娘 你看 这块布多漂亮 我看我这 你站着 你站着 我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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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娘 我回头啊 拿这块布做条旗袍 就那个岔开到这儿 哎呦 我上街 肯定抵死那些男人 行了行了行了 死丫头你这说什么呢这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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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家 哎 我怎么没看见志同啊 回夫人 那天您跟二小姐进盐子会亲 您刚一走啊 她就一个人出去了 打那儿以后就再也没回家 她 那是不是上张神仪那儿去了 不知道 哎 哎 这么个大活人也丢不了 没准 哎 没准上她亲戚那儿去了吧 要不然就是安公公把她领走了 安公公领她干嘛呀 您不都说了吗 园子里不让男人进去 您还指望安公公带她回去见我姐呀 再说了 安公公要是带她走 干嘛不跟咱们一块啊 说得也是 额娘额娘 行了你别拿这绿子往我身上呼了 这么个大活人也丢不了 你赶紧去找找啊 嗯 找着她你就跟她说 我们娘俩从园子里回来了 皇上赏了好多东西 喜欢的就让她挑两件啊 是 夫人 这黄的 黄的好呢 那事还差不多 张首领 张首领 嗯 启禀张首领 全岛我们已经搜查了三遍 确无可疑之处 您看是否先会倒上 你说 这 赏案 哎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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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你等到这儿 千万别动 我去看看动静 一有机会 马上带你离岛 哎 颖姑姑 要不这样吧 我说你一块出去 到了湖边 我自己有水上岸 你上岸怎么办 现在浮海四周 一定还藏着总管刘福他们的人 一旦你上岸 肯定会被抓住 再说了 你在园子里 哪都不认识 这园子 又不是个小地方 大的可怕 从东边走到西边 没有一两个时辰 根本就到不了 一旦走失了方向 再被他们撞到 那就麻烦大了 公子 听我的 别动 我去去就回 上船 快点 快点 上 快点 快点 黄伍 喳 有什么动静啊 回答总管话 湖面上平静 没什么动静 你说那假太监 他会藏在哪儿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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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总管 他会不会逃出了 彭岛腰台啊 要不然的话 怎么就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呢 我琢磨着 如果他要是 上了岛的话 在我们这么些个人的 眼皮子底下 溜出园子 根本就不可能啊 这 到底 会不会 我想起来了 我 我想起来了 走 刘正管 这去哪儿啊 静湖 静湖 这么晚了还去浮海 不是你哪儿那么些废话啊 让弟兄们带上家伙走 这儿 姑子 姑子 快快快 快快出来 来 任姨姑姑 快快 现在走啊 正是时候 我都快被憋死了 别说那么多了 赶紧走 好 走 走 来 六公子 赶紧把他推出去 来 六公子 赶紧把他推出去 上这里上 你先上 走 上来啊 六公子 relationships 你 雅 走 嗯 vel 你这儿 大尊馆 跑这儿来了 那假太监打你们眼皮底下 溜走你都不知道 你瞧这这这什么东西这是 不能像您说的大尊馆 从我们眼皮底也都看不见 我们这么多人就等着他呢 是吧 别说是一人了 就是一野鸭子想飞过去 都不容易 我们干嘛 刚把十多条船都聚在这儿 谁让你聚在这儿的 这不是给人机会吗 你怎么知道那假太监 他不可能从其他地方跑来 赶紧把这些船 船给我弄到原位 待命 起来 起来 都快起来 起来 起来 惊 惊人点 惊人点 大总管都都起来了 大总管 湖面上有船 上去看看 你们上去看 不必信 大陀佛 那边打手是说 船上没人 空的 他们看清楚了吗 看清楚 张晨 北宫墙那边有个小河口 是不是仅靠浮海 对啊 把所有的船都给我吊的小河口去 这 不错 都别让你来 我把船都给我 我czę relate 在水中的击水里 不要把水停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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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超出张张怎么回事 回安公公 奴才不知 只听刚才乱哄哄一片 好像是从浮海那边传出来的 这夜深人静的 就不怕皇上咬了他们的脑袋 回安公公 奴才实在不知 行 下去吧 会不会是瑞英带着公子 大总管 不出您所料 那船在这儿呢 哎 里头有人吗 没有 没人 上看 哎 报导 敢上皇5向我靠拢 沿着北宫墙追 � bei 快按 快按 我这儿 兄弟 这点那么些火把干吗 你们想烧园子 谁下的令啊 刚听黄首领说 刘大总管下令 踮起灯笼火把 将浮海团团围住 说是瞪大眼睛 看着有没有人从水里上来 要是有船啊 更要拦住 总之 不管进出 谁都不想跨过浮海岸边一步啊 听说小河口那乱套了 说是有人下船到了小河口 正往北宫门那跑呢 听说是一男一女俩走影的 你说是一男一女 你听清楚了 没错 真真的 都传开了 刚才你们来之前 我们兄弟几个正说这事呢 听说刘总管 张元山都到了北宫门了 估计这俩肯定跑不了 得嘞 兄弟 多谢 多谢 启禀蓝主子 安公公有急事禀报 让他进来吧 是 老子 大事不好了 出什么事了 浮海岸边灯笼火把乱成一片 到处都是宫里的太监和进军卫士 说有一男一女两个人架着小船到了小河口 要顺着北宫门出去 您看这事 人抓住了吗 奴才只知道这些 难道会是 不会啊 主子不是说公子早就走了吗 难道除了公子之外 这园子里还有另外一个假太监 或者什么男人混进来了 你快去看看 奴才去哪儿 北宫门呢 看看人抓着没有 回蓝主子话 如果蓝主子没说错的话 这一男一女 蓝主子肯定认识 男的必定是公子 女的一定是瑞英对吧 知道还问 蓝主子息怒 事已至此 奴才只有当面秉明 北宫门那边一定聚集了大批刘福的手下 他们二人再见难逃 好 奴才这就前去 一旦他们二人被抓 奴才只好赶在刘福逼供他们之前 先将他们二人毕命 然后奴才也服毒自尽 药和刀奴才都带你 安主子 现在只有这样了 上瑞英姑姑 这样无辜送命 我实在是于心不忍 事不宜迟 奴才告辞 等等 主子 主子还有什么吩咐 尽量 尽量 保重 奴才 主子 奴才死去无回 恳请蓝主子 见到奴才失手的时候 就像见到一堆狗屎 千万别露生子 包括见到瑞英 见到我 您一定明白奴才的意思 你真的是我的贴心 真是 甚至 把将来 我看到失手以后该怎么办 都替我想到了 在兰儿进的园子 承问您多方便找我 这次 为了我和皇上的事 您又如此深明大义 你 兰儿没有什么好说的 请受兰儿一拜 奴才领情谢过 万岑和主子对 奴才不亡 在此危难时刻 奴才只有赴唐导火 以死陷遂 奴才刚输 我给您了 还是你们了 看 还是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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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走 快 快 赶快上去 梁姑姑 真是谢谢你了 别别别 不用说了 对了 拿着这个 这是蓝主子 给你的盘缠 蓝主子让我嘱咐 一旦逃出园外 不要跟任何人联系 千万别再回来 记住了吗 记住了 盈姑姑 您保重 好 快 快 快 跟上 跟上 快 老二 老二 再见了 来 在这儿好好走走 是 大通关 大通关 发 发现一块布 哪儿了布 这是那假太监身上扯下来的 把梯子扛来 梯子 把梯子 梯子拿来 快快快 快快 快去看看 快去看看 墙外的去看看 快去看看啊 快去看看 那边 吗 银 Ama 大通关 哪儿来的 哪儿啊 想把梯子扛下来 这墙这么老高 咱们这么多人 他往哪儿跑 他 你怎么这都跑不了啊 明百日跑了吗 咱们来之前 他顺着墙头翻出去了 是 跑了 干啥 弟兄们 沿着北宫墙给我追 我抓活的 这 语曼 赶紧顺着北宫墙追追 赶紧追追 快点 快 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 柳公子 你出来吧 蓝主子有话跟你说啊 柳公子 柳公子 这 我 这 你 这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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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擒着死 你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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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公子 我知道你已经出了原子了 你在吗 在就出来吧 柳公子 蓝主子让我给你带话来了 柳公子 柳公子 行 走 柳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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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后有没有 我会抓住 花了 哪儿 谁出宫的时候 帮人给烧回去吧 先搁动书房吧 是 天哪 老天保佑 算是躲过了这一劫 我说这位公子 去哪儿啊 我要去南方 请问要多少银子 这位公子 这徐州以南可都是南方 你要想去哪儿 告诉兄弟准信 不然这南方可就大了 我去两江宣州府 真巧了 我这货船啊 正好送货到两江宣州府 顺道烧着您 怎么着 二十两银子 包您饭菜 跟我同吃同行 公子 您看怎么样 行 请问船家 什么时候开船 回您的话 今儿晚上 好 那我这搭您的船 得嘞 请嘞 太佛爷的一旨 正是 怎么说 这个张小致一上岛 太佛爷他们就知道了 回万岁爷 他们并不知道 那个穿太监衣服的 就是张小致 他们只知道 有个假太监上岛 其余的只是猜测 那现在情况怎么样 回万岁爷 那张小致趁乱 已经逃出园子了 逃出了园子 那正是 逃出了园子 安德信 你这个蠢才 当初朕给你做这个手势的时候 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你不知道 这个叫张小致的人 活在这个世界上 对朕有多么的不利吗 你不知道 这件事情如果传出去 弄得满城风雨不说 在太佛爷那儿 一定会落下口识 你不懂啊 奴才知罪 奴才该死 只是万岁爷 不让奴才在园子里坐着 所以奴才才错失了良机 行了 既然你能找到张小致 就一定能找到他们家 奴才能找到 好 那朕命你 马上去张神医的家里 一旦碰见了张小致 马上把他约到一个 比较僻静的地方 给他坐 奴才遵旨 回来 撤 你一个人去 不能带别的人 也不能让别的人知道 在这件事情上 朕不想再多此人了 奴才明白 蠢才 你真是蠢才啊 我说什么来着 你就是成事不足 败事有福 生生让一大活人 那假太监 从你眼皮里下 就这么给跑了 你说你蠢不蠢 奴才该死 奴才罪该万死 你肯定是罪该万死了 我问你 他怎么跑的呀 回太佛一会儿 他是从小河口外北宫墙 架梯子翻墙逃走的 他跑不了 那假太监确实是跑了 奴才没逮着他 我说他跑不了嘛 他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妙 还是顺王爷有先见之明 他早就派官兵 在那个蓝贵人的家门口 候着了 还记得那天 蓝贵人的家眷上岛上的事吗 他的家眷刚一出家门 那假太监呢 跟着也出来了 那官兵呢就跟着 跟到了闹市 一转眼人没了 不过这没关系 只要他回蓝贵人的家 他只要一回去在门口 那官兵就一准 能把他给逮着 太佛爷 要照这么说的话 那假太监跟蓝贵人 好像有什么瓜葛呀 当然有瓜葛了 我跟你说啊 那假太监呢 就是蓝贵人的表哥 就是他入宫之前的 成龙快婿 叫柳志同 太佛爷 您连他名都知道了 您真是英明 光我英明管人没我 我这么英明 用了你们这帮蠢材 什么事还不给我搅黄了 太佛爷您息怒 既然咱已经知道 蓝贵人的表哥 就是那个进园子走影的 假太监 那奴才现在就派人上他们家 把他给您逮来 不用你去 不用你去 我已经派端王的人去了 你去 回头又把事给我弄乱 启禀太佛爷 如果您派端王去的话 那奴才也得随行啊 你干吗呀 启禀太佛爷 端王手下的人 不认识那个假太监 他怎么抓呀 可是奴才手下的张延山 还有外差房的大黎太监 都认识您说的那个 姓柳的假太监 如果说他们去了 当场就能被那假太监 给认出来 嗯 说得有道理 不过啊 现在不能打草惊蛇 来人哪 太佛爷 给我传一下端王 告诉他我马上要见他 喳 等会儿回来 速去速回 一会儿我还要参加先皇的法事 我还得沐浴更衣呢 喳 嗯 嗯 张神医在家吗 有人没有 哎 来了来了来了 啊 哈哈 赵谁 赵爷 嗯 张神医是住这儿吧 以前是 现在不是 在下不太明白 以前是 现在不是 难道他们 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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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 哦 大概有个两三天了 举家迁徙啊 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哎 您 要不进来看看 嗯 好 不用 不用 那 多谢 多谢啊 不客气您嘞 哈哈哈哈 齐秉太佛爷 怎么样 怎么样 说 回秉太佛爷 端王的人轮流体班 是 郑大爷就坚实 不会有错 蓝贵人的表格柳志同 肯定于前天离家之后 就再也没有反馈过 他们家有后院吗 嗯 回秉太佛爷 蓝贵人家没有后院 嗯 知道了 你先下去了啊 喳 那你说我想也是啊 出了这么大的事 我靓那柳志同啊 他有天大的胆子 他也不应该赶回家了 他肯定是外逃了 我听顺王爷说 他是江南人士 是不是逃回老家了呢 刘福啊 那我才在 本来呢 不想派你差事了 园子里的事 你也给办砸了 可是呢 只有你的手下人 认识那个柳公子 这事呢 还 还是得你们去 记住了 那宫外啊 可不比宫里 凡事一定得小心啊 给我抓一活的回来 只有这样 我才能当着那些本家王爷 和皇上的面 当面拆穿这个蓝贵人 和那假太监走影的事 到时候 隔了他贵人的头衔 还能弄他一个满门抄产 这奴才这就办去 一定得让我放心 这 夫人 安公公来了 夫人 二小姐 在下给您请安了 给安公公请安 别站着呀 赶紧坐着 夫人请 请坐 安公公 自打我们那天进了园子 就再也没见到公子 您知不知道他 公子 他应该在下呀 怎么 他也出去了 我瞒你说 自从上次 我们娘俩进了园子以后 他就自个儿出去了 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我正为这事着急上火呢 梅儿那儿也急得不行 能不急吗 一个大活人突然间没了踪影 张爷爷那儿敲门也不开 城里所有亲戚朋友那儿都找过了 还是找不着 张沈一那儿不开门 那会不会跟他一块儿出去了 我看不会的 他要是真跟张爷爷一起出去 肯定会给我们留个条子 或者跟管家说一声 像现在这样 连个招呼也不打 就没了人影 我想他肯定是出事了 您说南安公公 这个 夫人 公子除了城里的这些亲戚之外 在下上次听说 他父亲久住江南是个名医 他会不会到江南去了 不会吧 他的父亲三年前就过世了 他家里也没什么亲戚朋友 就是回乡探亲也应该跟我们说一声啊 我想不会的 那 在下问一句 他家住在江南什么地方 两江宣州府 两江宣州府 大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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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听守南宫门的太监说 万岁爷回园子了 知道了 专山 你带着人连夜赶奔苍州 走路路啊 京城过去的船那是必经之路 如果说时间来得及的话 一定能够在苍州逮着这假太监 苍州 我们哥几个到那儿 两点一摸 呵我们找谁去啊 那你拿这个 把这交给苍州府刑事房李师爷 这李师爷 是苍州地面上 黑白两道全通的人 只要他答应帮忙 那假太监就是长出翅膀来 他也飞不了 得了呀 回来 要是逮不着那假太监 一旦太佛爷怪罪下来 咱们可谁都跑不了 我倒霉之日就是你们完蛋之时 咱们现在可是拴在一根身上的马 记住了吗 我记住了 您放心 张燕山院校全马之劳 去吧 哎 莱尔给皇儿请安了 平身 莱尔 今天朕真是高兴 你知道吗 先皇的名授法是礼节多 也颇为耗时 要是在过去啊 朕一定会因为时间太长 而头晕目眩 可是今天早上到现在 朕觉着精神迥然 遍体通态啊 看来这个张神医的药酒 却乃神药 兰儿 这可要感谢你了 要不是你说服了朕 让安德西医去园子外面找张神医 朕也得不到药酒啊 如果你要是真的有喜了 你可是立了手工一件 多谢皇上夸奖 对了皇上 那天是接了军期处的堂报 您从忙就回了宫 奴婢一直惦记着呢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已经办好了 朕派肃顺和顺亲王前去解围 相信不日一定有好消息传来 奴婢确信 有肃顺前去解围 一定会大获全胜的 说得正是 启禀皇上 安供供求见 让他在东书房候着吧 启离万岁也 启离万岁也 沈亿张家奴才已经去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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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了 人去楼空 奴才想 这张神医此次离开京城恐怕不会再回来了 即使他想回来也很难如愿 毕竟他已经八十有六 而且他也一定明白 此次让他的孙子进园献酒之后 他也只能永远地隐姓埋名 以此来保全生命 度此余生 张小枝找到了吗 启禀万岁也 据住在那儿的人说 自打他那天进园子之后 就再也没回过家 奴才想 他也一定是远走他乡了 打听到他去哪里没有 会不会藏在京城的什么地方 奴才打听了一下 好像是去了两江宣州府 如果是两江宣州府的话 朕以为他一定会在大远河上坐船 经沧州下徐州直奔两江 安德心 奴才在 你想怎么办 启禀万岁也 这沧州的市井 顾旧奴才到认得一些 奴才打算明日赶办沧州 顾清当地的邦会头目便洒眼线 相信一定会在沧州将其拿货 就地处死 不知道万岁爷意下如何 蓝香浮冬 悠悠情 谁能懂 千千年华 闻秋雨 换春风 往事回首已成空 不论喜不论动 不论喜不论动 相思千里万里月明中 相思千里万里月明月明中 天有一片鱼 我有一脸有梦 天有一片鱼 我有一脸有梦 无限度 就在心却为你侵 信却为你哭 从然月儿今生不能为你温 信却为你痛 信却为你痛 信却为你而痛 信却为你而痛 天有一片鱼 我有一脸有梦 无限烂乡在星海中 都在我的星海中 天有一片云 我有一脸幽默 无限烂乡在星海中 都在我的星海中 公子虽然已经出院了 但是刘夫他们 绝不会善罢甘肖 有了 就凭这两只耳朵 你就想向我证明 人做了事办